这段时间,电池涨价,电动车涨价,货标车严管闹得沸沸扬扬,市场并不平静,就在大火还没缓过神之际,市场是又悄悄袭来两股大风暴。 随着电动车新国标的出台,行业面临有史以来最强洗牌,大量电动车企业被淘汰出局,据不完全统计,三个月已经有近30家企业倒闭。 众多电动车企业的倒闭确实让人心痛,这也是行业在以政策为导向的优胜劣台的正常现象。 但更严重的是,倒闭潮风暴向海江大兰并一大风暴,库存车冲击市场,价格战越打越激烈。 随着这些实力不强的杂小企业的相继倒闭,大量库存车被抛到市场上,低价进行处理,卖一辆分一辆,价格优势非常明显。 甚至比市场上同款车型至少便宜800到1000元。 很多消费者不明真相,被这类电动车的价格所吸引,分分掏腰包,却让不少经销商都蠢蠢欲动。 这样的车也成为经销商们的抢手货。 值得注意的是,经销商如果开幕这些迎头小利,销售这样的低价车,后期将会给自己带来大麻烦。 首先,这些电动车的品质无法保证,一旦出了问题后果不可想象,还会砸了自己的招牌,口碑和市场也越做越差。 其次,这些厂家已倒闭,无处事后,卫修也只能自己掀前左,却是非常麻烦。 对于电动车行业来说,现在正面临发展难关,而随着这些护存车,地摘车流入市场,不仅价格炸风暴将扰乱本就压力重重的市场,一旦出了事故,还会让本就处在风口浪尖,上的电动车的形势更加严峻。 此外,还要提醒广大消费者,遇到这样的低价电动车,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,千万别被眼前的价格冲昏头脑,拿生命开玩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